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家务塔罗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六月份的一个爱情星座占卜 今天是社所做的一个塔罗占卜 占卜之前呢 可以参考自己的太阳月亮上升 以及金星星座 女生呢再加一个木星星座 所以提前是要你需要知道是 这些所对应的是哪些星座了 然后再来参考这些星座中的故事 是否有自己的一个故事 如果是你的故事呢 有共鸣的话 可以选择对你有帮助的信息 如果没有共鸣呢 强度不一或者不是你的故事 可以参考老师其他的一个星座 那我们来看看 先看指引牌 指引牌呢是一张正位的一个权杖王牌 这张牌呢说明 你会不知道 就是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做一个决定 无视的一个决定 你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这是跟随你的本能所做出来的 这也是一张 就是 是一张是非的判断 其实 你可以考虑一下 想一想 是一张是非的判断吗 塔罗牌告诉我们呢 是没有的 你在这个月份呢 所做的事情是来自你的本能 你根本不需要思考 就会有答案 同时你在这个月份呢 所做的决定呢 通常都是正确的决定 因为经过了自己的一个谨慎 神圣的思考 有带有疗愈自我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这是指引牌告诉我们的 然后第一组牌呢 牌面 是一张 另位的一个魔术师 一张呢 正位的金币王牌 另位的魔术师呢 代表 其实在你们的感情关系中呢 是有一个人在说谎的 并没有说真话 那么 没有说真话的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是可以理解 对方试图留住着的关系 所以说了谎 那金币王牌呢 代表 在这个谎言下呢 你们的关系有在成长 表示这个谎言是 维系你们关系的理由 所以他就说谎了 为了留住着的关系 那第二组呢 是一张正位的金币王 和一张 另位的一个权杖期 金币王呢 代表着你们 心里其实是很孤单的 在这个月份呢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权杖期 另位 觉得孤单 是因为这个关系 并不是很想 就是持续下去的 你已经失去这个斗志了 你们觉得 似乎不要再继续了 已经放弃了 也代表 就是想着 随缘吧 因为不再争斗了 第三组 第三组呢 是一张 另位的高塔 和一张 另位的一个皇帝 高塔另位呢 代表 你虽然明白了一切 虽然已经失望了 也没有办法 好好地让这个关系 完全地消失 因为这实在说明 你们仍然有 狗眼 狗眼残喘的感觉 和这个关系 这就是高塔 另位 皇帝另位的出现呢 会造成没有办法 完全地分手 应该使皇帝 非常地坚持 他仍然保持着 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 断干击的一个关系 所以可以看到 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 魔术师 另位 这张牌了 这张魔术师 另位 之间的事情呢 也就是 另位的出现 也代表着 一个人在说谎 所以呢 这 另位分射手 做的一个 爱情运势 塔罗詹谷了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疑问 或者就是 有就是 疑惑 有不明白的 或者是有 就是解释不通的 都可以留言 或者私信给老师 那 解牌就到这里了 再见